说起经济学,大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高大上 第二反应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 没学过经济学的人,感觉经济学是一门很厉害的学科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经济学不只是向阳塔中的人才要学 生活在经济全球化大融入中的我们不学点经济学,连泡妞都不会 第一,教育学与走偶关 假如把男人、女人分为ABCB四种优秀程度 那现在的现状就是,A男想找B女 B男想找C女,C男找D女,所以D男就胜了 反之,女人方面却不同,即是ABCD女都想找A男 最后结果是剩下A女和D男 经济学里有个案例,两个人在森林里遇到一只熊 那么对手不会是熊 只要比另一个人快一步就是胜利 第二,不议论与追女生 如果四个男生都去追一个漂亮女生 那他一定会摆足架子,谁也不搭理 这时男生再去追别的女孩,别人也不会接受 因为没人愿当次品 但是,如果他们四个先追其他女生 那个漂亮女孩就会被孤立 这时再追他就简单多了 这就是数学家那时关于博弈论最简单的表述 第三,无利润投资 经济学教授提问,请举例说明什么叫无利润投资 一个男学生抢答道,带自己的妹妹出去玩 第四,常见投资 一小女孩拿着三毛钱来到瓜园买瓜 瓜农见他钱太少,便想糊弄小姑娘离开 指着一个未长大的小瓜说,三脚钱只能买到那个小瓜 小女孩答应了,兴高采烈地把钱递给瓜农 瓜农很惊讶,这个瓜还没数,您要他怎么吃呢 小女孩说,交上钱这瓜就属于我了 等瓜长大熟了我再来取吧 第五,什么是投行 有一个投行菜鸟问,什么是投行 前辈拿了一些烂水果问他,您打算怎么把这些水果卖出去 菜鸟想了半天说,我按照市场价打折处理掉 这位前辈摇了摇头,然后拿起一把水果刀 把烂水果去皮切块,弄个漂亮的水果拼盘说 这样能以几十倍的价格卖掉 第六,泡沫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当您决定上网聊天,这叫创业 上来一看妹妹真多,这叫市场潜力大 但哥哥也不少,这叫竞争激烈 您决定吸引美女眼球,这叫定位 您说您又帅又有钱,这叫炒作 您问谁想和我聊天,这叫广告 您又问有美女吗,这叫市场调查 有两百人同时回答我是美女,这叫泡沫经济 第七,风险投资 有一个大款兜里有很多钱,却偏偏喜欢到网上的聊天室约姑娘 进去之后发现好多,号称自己是美女的姑娘 于是约出来请姑娘吃饭喝酒玩乐 往姑娘身上砸钱,但是约出来的姑娘未必是美女 不过大款不在意,约了安多姑娘 因为她坚信哪怕能碰到一个美女,自己都能讨来做老婆 这位大款的行为就是风险投资 看过这些有趣的经济学解释,是不是觉得经济学太有趣了 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